洛克斯海贼团能拿下吴老星吗 洛克斯现在战略为名 就先把他放在绝对传奇的战略位置 甚至是海贼王级别 白活子就是海贼王级别 金狮子 传奇守门员 在当时绝对实力也是超强的 神之谷实际大妈 可能比现在还有猛 剩下凯多 神之谷的凯多可能就不太 因为他当时还是个冷头青 整个的这个战略体系 可能还不完整 只是天赋异禀 只能这么说 那吴老星最大的问题是不死不灭 不过这次 乔伊波伊霸气的出现证明 只要霸气够强 就可以把吴老星给打回原型 打回到玛丽乔亚 但目前来说 只有乔伊波伊能做到这一点 那就要靠第二个办法 陆飞其实也做到了 早早的把火星打到了玛丽乔亚 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 其实陆飞间接破了吴老星的这种能力 陆飞是抓住了火星 让大家一起进攻卡 他再用这种力量集中起来 把火星给反弹了出去 其实就是把火星给打飞了 谁要打出了一定的这种 以土星为原点的半径范围 可能火星自动就回到了玛丽乔 以此类特来说 只要洛克斯这边 洛克斯白胡子 大妈金狮子 凯多王子 银府 约翰船长 这几人能合力 把五个吴老星都打飞 如果战场 不是在玛丽乔的情况之下 能够不被伊姆 直接控制的情况之下 我感觉 洛克斯海贼团 能够拿下吴老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